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股是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作用 美股上个星期跌了261点 那么其实另外一方面 就是企业的盈利 也是反映了经济批育 跟消费者信心批育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虽然美股是上个星期大幅度下跌 包括还有下跌的空间 我看美股的下跌还没有完毕